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伊丑蓋朗的啦 那我們要去爬山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它是寫 中雄情報中心 究竟中雄情報中心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請這裡的在地向導告訴我們 喔,我是Toby 我是台灣人 在國家公園裡面的一個叫作 高原溫泉 這邊有一個坨子 然後它可以走一圈 大概8公里左右 裡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池塘沼澤 藻什麼的 因為這邊的積雪會積到7月初 所以它夏天4個月也可以看到積雪 然後可以看到風雨 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它這一區就是有很多的 中雄會聚集過來 在夏天的時候 所以看這些沼澤 池塘之前 我們要先去 中雄情報中心 獲得情報 獲取最新情報 然後我們進去 陸山的時候 它現在呢就在寫 登山者明布 一定要進去寫喔 OK 我們現在聽完了安全講習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走我們今天的路線 它全長大概8公里 8公里 但是我們今天 現在有遇到一個很少的問題 今天原本的計畫是 從這邊出發 因為這個Course它只能 順時鐘 但是我們剛剛獲得最新的消息是 位於這個大雪藻 我現在有中雄出沒中 這個中雄可能會有靠近登山道的可能性 所以目前 這邊的巡邏人員 然後會把大家停在這一個部分 就是目前我們今天 現在這個狀況只能走到大雪藻 走到大雪藻之後再從 在那邊巡邏的工作人員 從他們那邊獲得最新的消息 我怕我們可以繼續往前進 還是需要折返 Let's go 今天我們的成員呢 還沒有介紹其他成員 我的後面呢 是 旭川女神跟 雜黃女神跟 北海道甜點王 耶 大家都是住在北海道的台灣人 我們現在這邊有個小溪 就是我們出發前的洗鞋行程 可能會帶很多種子 鞋在我們的鞋底下面 然後因為它這個地方 它有它獨特的 生態 謝謝 所以我們就是 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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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刷一下 要刷要刷 我幫你刷 這房女神有我代勞 今天呢 我們身上也都有 有帶預防遇到棕熊的東西 像是 熊嶺 這個是 織長熊的熊嶺 很可愛喔 大家可以去買 如果想要看這裡的 風紅邊登山的話 就是 九月中到九月的 下旬這樣子 抓這個兩週的時間 比較有機會 但是呢 天氣怎麼樣 We don't know 所以每一年都不一定 熊跟鹿的吃法其實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就是 摧殘過的殘骸來判斷就是 現在是熊吃還是鹿吃的 痕跡的新舊可以判斷就是 它是 多久以前 從現在開始到大概 30分鐘內的路程 你們都會經 從旅路的餐廳 小一點的水 芭蕉 海域的親戚 非常可愛 謝謝 我們看到了 今天的 棕熊腳印 在這裡 大家看得出來嗎 熊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它為什麼在這裡呢 因為它在吃水芭蕉 這些都被它挖起來了 它要吃底下的塊筋 所以它就把上面挖起來 它就不會吃葉子 很新鮮欸 那個顏色都還在 這個已經有點乾掉 所以可能 因為今天比較熱 所以可能是 早上比較早的時候 或者是 可能是昨天搬完的 他們比較容易出來 蜜食的 譬如說早上下午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棕熊它其實是一個 有很高學習能力的動物 所以它的 所有的蜜食習慣 跟飲食習慣 都是來自於它的 媽媽 所以今天就是媽媽 會教它怎麼做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 活動的熊 他們其實都知道 這個時間 人可能會進來 我們就是觀察的 感覺是有 就是它會避開 因為可能人會有發覺聲音嘛 它們其實很敏感 在人比較沒有很多的時候 它們會出來 然後可能去找它們吃的東西 有人靠近它們會再躲起來 我看熊的大小 為什麼年齡會用前掌來判斷 就是那麼好看 但是看起來不是那麼大的熊 嗯 蠻熊的耶 是年輕的熊 剛離開那媽媽那種 離開 過一年 幾歲會離開啊 那小學會跟媽媽 一年或是兩年 中年的洞裡面出生 然後會 再一起過一個冬年 或是再一起過兩年 嗯 所以 剛剛那個熊可能是三四歲 嗯 有可能 我們今天全部的人都是穿雨鞋來的 為什麼要穿雨鞋呢 因為 六月的這裡 還有 很多的雪 所以會不適合穿登山鞋 而是要穿雨鞋 那如果你沒有雨鞋的話呢 可以租借 日地六百元 那這個雪大概季節就是六月份嘛 有 它會一直流到 大概七月中左右 七月中左右 如果你還想要看雪的話 這裡有機會 只是呢 這裡門檻蠻高的 不會穿雨鞋來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邊的路 跟地形還有其實有很多的泥巴 所以大家就是會習慣性的去避開這些泥巴 但是你在避開泥巴的同時 其實你也踩到 真的一小植物 嗯 小花小草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希望大家就是 走在那泥巴裡面 體驗你的野外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我們的高原沼澤探險了 在出發一個小時過後 第一個 池塘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第一個了 耶 掌聲比較尖叫 這個第一個藻 叫做圖表藻 圖表就是日本的一個傳統運動相撲的 圓形的那個地方 它的競技範圍 嗯 到第二個藻了 第一個藻好快 欸你剛才說總共有幾個藻已經十一 十一個 我剛剛已經到了第二個 其實藻跟藻之間都蠻近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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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畫表情的 嘿 又是個藻 它叫做巴小沼 那因為它的藻裡面有水芭蕉 這個藻的對岸就是 水芭蕉 我們現在到了第三個 它叫做龍劍藻 龍劍藻就是 可以看到瀑布的意思嗎 這個瀑布的對 瀑布的對 瀑布有一點神秘的地方 這個季節看不到嗎 因為是變雪 因為這個季節 其實這個瀑布在後面這個雪下面 所以其實它現在還是被雪蓋住 喔白白的這邊 你看到那邊有一個在 喔我看到水跑出來 欸超難這個 超天的時候比較看得到 秋天會比較明顯 現在有雪了 我們就推特 其實這邊可能以前被命名的時候 樹還沒有長這麼高 所以就是被命名了 耶 我們到了第一個可以吃點心的地方了 休息時間 這是第四個藻 第四個藻 它叫綠藻 叫綠藻 然後它為什麼叫綠藻呢 虛川女神來回答 我知道 但我不能回答 我知道當然我們不要講 要讓大家 從後面的山頂叫做綠月 從另外一個登山道爬到上面去的綠月 然後隔壁的話就是白雲月 是從綠月 在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可以到的白雲月 休息時間 鹽味飯糰 就什麼東西都沒有 它就只有飯 然後鹽味這樣 這真的超好吃的 大家 登山的時候可以買 你不用登山的時候可以買 你不用登山的時候可以買 在山上吃特別美味 我們今天的路線呢 其實 沿途只有三個地方是可以吃東西的 第一個點綠藻 還有大雪藻跟高原藻 其他都不行喔 真的 這個攝帶色的廁所 就有點像是寵物的吸尿店 會有一個消臭劑 比較強力的夾鏈袋 就要再打開 然後把那個墊放在下面 然後它會吸取你 所需要給它的東西 然後再把它封起來 然後放到夾鏈袋裡面 封好 戴下山 戴下山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專門回收的箱子 在各個設施的旁邊 後面有一個地方就是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哪邊會再回收 你也可以帶回家 自己就是 根據你的 就是住的地方 去處理這個垃圾這樣 你說湯之棗 湯就是溫泉的意思 現在六月底了 我們有 櫻花 我們到第六個棗了 叫鴨棗 雪碧 對阿很厚耶 後面的山也都是 還有好多 後面的山叫做 鴨棗 那為什麼它叫鴨棗呢 當初取名的 人的時候看到鴨子 是有鴨子 我們現在都走在雪上 好滑 要非常注意 它看得到底 就是其實登山道還在雪下面 大概到七月二十號左右 所以這個雪蟲會流到之後 這個 水會會一度上升 這個棗超漂亮的 它好綠 它叫蝦蟻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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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因為 從上面看的話 還是蝦蟻棗 喔是喔 所以從高空看 是北海道的地圖 是嗎? 所以叫蝦蟻棗 四步棗 好 超美的 它的風景好開闊 超級 一大片 空氣很清新 這個是大雪藻 已經大雪藻了 喔已經大雪藻了 啊它的牌子咧? 牌子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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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子不見了 喔是喔 好酷喔 很像電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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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的遇難嗎? 沒有遇難 後面是兩位住在 大城市的居民 髒謊市民 你怎麼了啦 你怎麼了 髒謊脫了嗎? 你說夏天嗎? 你說夏天嗎? 對啊就是樓梯 就是會有步道對不對 嗯 不是這個樣子 後面的山 好清楚 好漂亮喔 這個是高原藻 我們剛才的那一個是 大雪藻 大雪藻 在下面 大雪 欸為什麼叫大雪呢? 就是當初這個 就是路線被開發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有大學生 很多大學生來這邊做研究 當時就是取眠的時候 就有大學生在這邊 打影 做研究 所以就被取眠了 大雪藻非常單純的理由 這個藻也很漂亮欸 這個是高原藻 現在大概一千四百公尺左右 我們現在在高原藻 無線電所有中雄出沒的地方 現在在這個就是這個地方 喔在這裡嗎? 其實我們不知道就是中雄他的移動範圍 或是方向 所以目前我們會選擇 就是在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往回走 工作人員就是也請我們 其實現在先不要進入這個區域 嗯嗯嗯 我們剛才歷經了有點恐怖的路線 因為我們剛才呢 從最高的點 叫做高原藻 叫做高原藻 就是有工作人員那邊的地方呢 從走這個雪路下來 而且剛才我們剛才來不及拍太貝爾滑超快的 嚇死 我真的嚇到他好快 等一下還有一罐可以嗎? 然後呢我們現在呢 就是看著眼前的這個高原藻的這個風景 然後來進行我們的lunch time 然後我們的lunch是什麼呢? 向導Toby呢非常的貼心 他還做了おにぎり飯糰來給大家 而且裡面還有包料喔 風斗味噌 嗯 北海道春天的野菜 也不是北海道 其實其他地方日本其他地方也有 然後加味噌去調味的 這個我很喜歡 耶~~ 嗯 而且呢 向導他還準備熱茶給大家 溫暖一下大家 那我們現在自己來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們現在要進入溜滑梯時間了 溜滑梯 對的選手出發 好 欸這個比較沒法 這邊比較還好耶 2號 2號選手 2號選手 請問你要使用道具是 雨庫的屁屁 好雨庫的屁股 好2號選手是雨庫的屁股 OK 好要選出發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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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漂亮 那裡很漂亮耶 我們要下山了 我們回來了吧 回來了 回來了 我們今天從高原找來回 是7公里 6個小時左右 我們回來了 耶~~ 而且呢 我們在這一趟 在剛才高原找吃午餐的時候 還有 在很遠的山坡上看到 在滑雪的棕熊 他在上面滾來滾去 是滑雪對不對 我們有拍到照片 但是沒有拍到影片啦 但是照片非常的酷 來泡溫泉 大雪高原山莊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超棒的 就在登山口的路 然後那邊買票 900塊一個人 你就可以泡日龜溫泉 這裡的日龜很棒 很棒 好棒 好棒 乾杯 我們今天都滿疲憊的 所以其實大家吃飯還滿安靜的 等待餐點上來的時候 其實超安靜 每個人的眼神都是放空 沒有靈魂的樣子 沒有靈魂的樣子 謝謝